立法會地方直選有效票不到三成 清楚算是大多數香港人既不滿意所謂新選舉制度 也都不信任北京是以所謂愛國者治港之名去馴服立法機關的搞作 今次直選投票率是30.2% 但撇除了27,000多張廢票的話 投票率就僅及29.6% 如果民主派選民投票的人數是等於廢票的數目 再加上投給非建制派的87,000多票合共就大約是選民總數的2.62% 換言之 如果民主派支持者的投票率和2019年區議會選舉是一樣的話 今次就只約大約6%的民主派選民投票 可見所謂完善後的選舉 即使官方核掌參選的非建制候選人物有十多位可供選擇 但絕大部分的民主派支持者是堅決對新制度說不 選情冷淡 非建制候選人全部落選 亦使新制度懸議落空 新制度極力壓縮普選議席在議會中的代表性 由過去佔總數一半 減到九分之二 再通過商議席單票制 民主派代表最多只得到議席的九分之一 如果十名官定的非建制候選人勝出 由他們去代表全港的民主派支持者 議會總算由他們的代議人選 空間極其有限的所謂了農農民主就會水到渠成 不過今次請君入蔭就無效 民主派群眾是近乎全數拒絕參與所謂了農民主 民主派在議會稱了零 變成清一色的親北京政客大集會 他的認受性有多低 是可想而知 甚至就好像回到以前 和殖民地年代還沒有代議政制之前的立法局可以比擬 今次選舉另一個無法達到的目的 是通過新一批非建制人選 去取代原有的民主派和本土派議員 成事的話 過去議會裏充當反對派的政治領袖 自此就要與支持者切斷關係 再沒有代表性或政治能量可言 但幸而多數香港人是責善固執 不為所動 原有的政治領袖是沒有被遺忘或遺棄 更由於他們被迫下馬 而保有民意代表的道德高地 繼續在海外發光發熱 直至有一天 真正的直接選舉重臨香港 再看回親政府陣營 即使增加了邊境的票站支持票率 亦稍信兩年前 可見經過一年多來的努力 政府的支持度仍然毫無寸進 可說眼下的政治局面是僵固的 黃藍分裂如舊 甚至約莫是六四比例 亦近乎不變 這代表了反修例運動以來 政府對社會撕裂是無所用心 官方面對反對力量 不求和解平息爭議 是但求單方面去改變遊戲規則 助長自己的勢力 來都鉗制反對聲音 而新選舉制度 缺乏民意認受 是等同剝奪市民的選擇 但又要他們踴躍支持 來重拾市民對政府的信任 這個實在是無異於政治的空想 結果 選舉是落筆打三更 招折大部分人的杯葛 新一屆立法會還未開始 他的公信力已經大打折扣 選舉這樣的收場 北京也不能置身事外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說好的所謂五剛十式 愛國者治港 結果是清一式收場 他又說明支持一國兩制祖國昌盛的都會投票 結果 不幸證明大部分香港人是不愛國 北京在香港的黨媒就勉為其難 只好顧左右而言他 用頭條報導 選舉委員會投票率由98%之高 其實這個不算高 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時候 選委會的投票率更加是99.33% 除了報導這些98%很高之後 也會報導一下當選者的背景有幾個五剛十式之旅 可知現實有多令人難堪 儘管是這樣 也應該是時候檢討一下 今日的尷尬處境 究竟是宣傳策略有誤 錯將選舉高調圈簽為信任公投所致 還是說特區政府和建制的政客執行不力 又或者是其他原因呢 中央假如是介意香港人 所謂不愛國 又或者是民心是不是回歸的話 就應該首先切身處地 化解紛爭 而不是加深矛盾 不過從港區國安法 到所謂完善選舉制度 北京的治港策略都是以我為主的連環辣招 一步步地移走香港的自治權和自由權利 迫使香港人認命和從命 再加上所謂愛國者治港掛稅 敵我勢不兩立 言論上綱上線 政治整肅 沒完沒了 而新選舉制度進一步將這些排他性制度化 加強了所謂愛國者的權力 限制了公民的政治選擇 因此又怎能夠期望他們在喪失權力之後 還能夠深月成福去配合政策呢? 無二 親北京人士已經全面控制了行政和立法機構 但一個政權閉塞了政治渠道 排斥了多數人的意願 甚至是不怕四處樹敵 他的施政究竟可以得到多少的支持 從今次選舉已經看到端倪了 我是杜耀明 今次的評論到此為止 下次再會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